曾世强解读道德经 《道德经》第十九章 老子说决圣弃智 老子反对圣人吗 没有了 他怎么反对圣人 老子反对智慧吗 当然不反对智慧 那他反对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 你好好做就好了 你会把自己搞得像圣人一样 你想骗谁啊 一个人当人家赞美你的时候 你就以为是真的 然后你就自我膨胀 你样样都提出强制性的主张 而且说我绝对强调 其实人家都不想听 现在人生可笑 一开口我强调什么 我们强调什么 你强调什么 你越强调人家是又不想听 各位可以默默你自己良心 看看你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相信到现在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还没有改 而且也不需要改 如果我们所有的圣人 都不自我标榜他是圣人 各位想想看 那有多好 如果每一个人有什么新的发现 都不标榜 这是我发现的 我要赶快登记这个 什么智慧财上圈 我要排斥所有的用我的 那些只是玩你一分钟 就已经发现的人 有什么感想 你不过就是想赚几个钱而已 讲得那么好听干什么 名利百倍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少来 你有本事是你的 我没有本事是我的 你过你的生活 我过我的生活 我们互不干扰 因为老天就是要让每一个人 过不同的生活 为什么要过相同的生活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从幼稚园开始 就教他们过同样的生活 讲同样的话 你看有些那些进入小学以后 所讲的话 跟大人一模一样 你会不会觉得糟糕了 这个世界变成什么世界 可是我们觉得 这个小孩不得了啊 那什么不得了呢 那一点不自然 小孩本来就应该讲小孩的话 大人才讲大人的话 这才合乎自然 绝人弃义 名副孝耻 名为什么没有孝 为什么不辞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 讲仁义讲太多了 全都是虚伪的 你交给老百姓 是虚假的一套 老百姓会受你的感染 所以你不要再谈仁义 自然它就会回复 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孝跟辞 那个才是实际的 否则都是形式的 那起来早上一定要说 爸爸好 你是略带小孩 他今天急着要死 要出去有事情 回来都没有礼貌 跟爸爸说好 他出去 小孩有什么感想 小孩要说爸爸好 就说爸爸好 不说爸爸好 就说不说嘛 没有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那是大笑话 你看我们讲谢谢 谢谢就是说 我谢过了 没有人情了 叫叫谢 人家跟你道歉 谢谢 就是我不欠你的 大恩不言谢 父母的恩情是不能谢的 一谢就没了 谢跟那个花谢掉一样 就谢了 没了 外国人是讲究这种礼貌 那是形式化的 彼此没有感情 中国为什么要走那条路呢 绝巧气力 盗贼无由 你看会当小偷 会当强盗的人 难道不聪明吗 难道他没有知识吗 我们家里的锁 怎么开 开不了他来 两下就给你开掉了 你那个汽车 怎么样怎么样弄 他两分钟就帮你 不要两分钟 一分钟就帮你开掉 他是不偷你 对你客气 要偷 你什么都懂不懂 你还跟他讲 什么巧妙 什么利益 不很奇怪吗 巧妙跟利益 并没有不好啊 只是你把巧妙 放在利益上面 这就不对嘛 你把巧妙 拿来做好事 这很自然啊 本来就应该这样 你把巧妙 把秘诀 拿来做坏事 来谋求你私人的利益 那有良心吗 吃三者 拿三者 就是圣智 仁义 巧妮 这三个东西 一味文 不足 如果拿来 当作装饰品 当作形式 是不够的 没有用 是很浮浅 很幼稚 故 另有所述 所以 这三个东西 你要保留的话 没有问题 你就要加上一个基础 因为你把这三者 提高一些层次 下面给他一个基础 这三个就变好东西了 他所提出来的 其实也不多 就是四个基础而已 老子不仅帮我们指出了 道的三个缺点 与此同时 也帮我们找出了 四个补救的方法 那么 这四个补救的方法 又是什么呢 线素爆谱 少师寡欲 什么叫线素 就是显像 你与生计来的 那种很纯净的本质 看到有一个人 快要摔到水沟里面去 你根本不要去问他是谁 你就把他拉上来就对了 现在我们搞的中国人 见识不救是什么道理 就是你讲法治嘛 他当然不救嘛 我不救还好 一救我就跟法牵涉到一起了 你看你今天早上出门 在水沟里面看到 有一个人躺在那里 你就去派出所去报告 警察第一个就怀疑你了 来 写笔录 什么时候看到 他哪看到 除了你还有谁看到 他就把你当时你杀人一样 那下一次你还敢去报警吗 你抓了没有见就走了嘛 然后你就开始骂 人性败坏 中国人变成这样子 是你把他搞成这样子 为什么不反省 人类本来他就是很纯白 他不染一些种机 现在你拼命去染他 这样你会犯法的 这样你会犯法 这样你会犯法 他什么事情他就讲到 我最好不要跟法律舍在一起 我保自己最好 你看你看到有一个人快要摔跤 你敢去拉他吗 一拉他告你了 这地方是你把我推倒的 你要大富于周章 把摄像机调出来 而偏偏平常摄箭机都有用 就是你那一分钟他就找不到 天下事就是这样 法律让我们对仁义完全没有信心 谁也不敢行仁义 谁敢 你经过这一次为仁为义 你就从此痛恨仁义 从此对仁义失去信心 是不是这样 报谱 谱我们已经讲过 就是说没有经过任何雕琢的原物 才叫谱 就是自然的本性 你不做作不虚位 现在不是 你鞠躬 要鞠九十度 九十度那是日本人的 中国人谁跟你鞠躬九十度 而且他一肚子活 干嘛对你要九十度 礼仪是不能训练的 现在很多人就是我培训 什么叫礼仪 所以最后只有形式 心里头一点没有感觉 那就是虚位 那就是作作 那就是形式化 扫师 扫师是尽量讲少你的诗心 寡欲是尽量降低你除了生存所需要的 欲念以外的东西 欲念是乱性的 私心是扰心的 你看你一想到你自己 你的心情就不定了 你有欲念本来你本性很好的就开始坏了 所以现代人其实只要做到三句话 就把老子这一章真的做出来 人人凭良心 实时立功身 自己先立身 就好了吧 老子的意思是什么 你有圣人之志的事实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你要进一步放弃你圣人的名号 名可名非常名 那是害死人的 不要让人家崇拜你 不要让人家歌功颂德 不要让人家把你捧得像神仙一样的 那就会变成样板 那就失去了动态 一失去了动态 一段时间他就不灵光了 老子告诉我们 你要读历史 你一定要历史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道记呢 那历史的痕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要读出那种人民地民年代之外的 后面的深刻的道理 那不叫历史 那叫历史意识 所以中华民族跟其他民族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非常重视历史意识 这样就很明确就搞清楚了 孔子是重视历史 老子更深一层 告诉我们要重视历史意识 大家听到这里 你慢慢会感觉到 我们受老子的影响 实在是比受孔子的影响还深 但是先学儒下的基础 你拿好下学上达 再来学道德经 才不会掉在半空中 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 说那我儒教不学了 我来学这个老子 也不对 老子是要比较高一层的人 你才用得出来 老子讲到这里 他深怕我们误会他 因为他看不起这个圣人 看不起智慧 不需要仁义 不要巧利 其实他都没有反对 他完全没有反对 他只是说你少师寡欲 你减少你的私心 你降低你的欲恋 你把你本性 很朴素的本性显现出来 那你就去圣智 你就去仁义 你就去乔律 因为那些是纯真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 那些都是形式 都是表面 都是虚位 都是想纯心变人 那还不如不做 因此老子就及时地告诉我们 圣跟凡的分别 再为道的功夫 所以下一章我们就要讲 圣凡之分再为道功夫 谢谢